漫漫臺山縣是我第一次進選總統的時候 就跟團隊一起討論出來的 Go-Shop 2016 年我做總統之後 我們中央和地方就密切合作一起全力推動 去年我也來龍潭了解臺灣特加茶文化館的進度 很高興這個館設 距今下個月 10 日就要開始營運 讓龍潭漫漫臺山縣又多了一個非常好的新景點 我要特別感謝我們所有夥伴的努力 龍潭是茶葉重鎮 更有綠金產業的美名 今天來之前 我也看到介紹晚點的特展 有六國茶室 有客家試劑 還有我們客家具茶金的特展 他們都很期待 在今年《十二三世界閱讀日》的時候 我也向大家推薦茶金稅的書 新年茶金連續具備播出的時候 每個週末都帶動全國各地客裝的觀光人潮 相信接下來透過文化館 客家的茶文化跟茶產業 都能夠更加的行銷出去 客家文化跟科技是促進桃園發展的雙股情 這幾年 中央透過前瞻預算輔助桃園十三億 一起打造客家前瞻寺館 寺館就是龍潭的茶文化館 還有巴德的桃園北區客家會館 還有平鎮的195宇衛寶臺紀念公園 以及新度的海螺文化體驗園區 這些都已經開始營運了 客委會的預算 也因為我們持續在客家的基礎建設 還有文化建設上加碼 所以客委會的預算 明年的預算是史上最高 將會達到46億元 我們也會繼續來負責客家文化 帶動桃園客裝產業的發展 我要謝謝文灘市長 帶領我們市府團隊跟中央預先合作 讓科技產業和客家文化 不只是在龍潭這裡 也在桃園其他地區 能夠持續的茁壯 增強了臺灣發展的實力 我也非常期待 我們過去八年的桃園經驗 能夠持續的體積 讓桃園更強 臺灣更強 讓我們中央跟地方一起來努力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你